中华花艺协会7号在花莲市浩克文化会馆 举办了与花共舞的母亲节活动 由专业的花艺老师带领四十组亲子来插花 市长卫家宴也特别到场 除了感谢中华花艺用花艺来美化生活 更透过插花DIY拉近了亲子的关系 市长卫家宴也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 在专业花艺老师带领下 妈妈带着孩子一只草一朵花 慢慢查出专属自己的母亲节花束 这是中华花艺协会与花莲市公所 共同举办的与花共舞母亲节活动 亲子的互动而不是琢磨在花艺的技巧上面 重在是享受天伦的乐趣 也同时感受花艺给人的一种温度 跟一种感觉 那今天非常欢迎你们的丽临 市长卫家宴特别到场 感谢中华花艺用心安排 让生活充满艺术美感 也增进了亲子关系 今天委托到我们中华花艺推广协会 我们张前美理事长 然后举办了亲子的一个插花的一些课程 那也利用了我们公所后面的一些空间 虽然今天有一点下雨 但是也不阻碍我们来上课的一些妈妈跟孩子们 那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互动 能增进亲子之间彼此的感情 那也可以让妈妈跟亲子 然后可以在学习的插花的过程 能更多的互动 然后让我们的感情更融洽 那也可以提升我们自己对于艺术的一些气息 除了亲子花艺DIY 中华花艺协会在浩克文化会馆还展出了几件 华丽隆重的大型花艺作品 现场还有古增老师带来悠扬的月音 让古色古香的花莲浩克文化会馆 更增添风雅气质 活动现场包括了市民代表会主席李政伟 副主席华达强 市民代表欧艳志 还有邮振林都一起来感受花艺带来的幸福美感 也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 借路以会欢迎室报导 好